这两天啊,在网络上有一个热词,叫做China Travel啊,这个词这两天非常的火爆啊,意思就是说老外现在都纷纷来中国旅游啊,中国的旅游呢,变得异常的火爆,那有很多朋友就跑过来问我说,啊,这个我们中国的旅游啊,现在在外网真的十分的火爆吗?啊,据说啊,这个在全球的社交平台上啊,这个播放量都达到了十亿次播放了啊,呃,我说一说我的看法啊,因为我毕竟也是作为,呃,旅居在, 国内的人之一嘛,对吧,而且呢,我不久之前刚从境外回来啊,说一说感觉吧,呃,其实我觉得你要看这个东西很简单啊,很多人都在网上说数据,我觉得看数据这个东西嘛,比较具象化,就是说,呃,虽然说数据写的再高,但是老百姓呢,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印象,你就看到的时候啊,呃,你对比一下,你才知道啊,他这个到底增长了多少,首先呢,中国现在对很多国家都开放了免签,现在来中国旅游,相对来说, 会方便了一些啊,其次就是说,现在啊,我试了一下,确实外籍的这个支付宝啊,微信啊,也能绑定了啊,现在确实是可以使用了啊,但是美中不足的还有一点,就是你在境外还是无法使用,就是说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,他好像还是只想做一个中国的支付平台,比如说老外如果拿着一个支付宝在境外使用的话,是不能用的,中国公民才能在境外使用,老外在境外绑境外卡, 在美国刷是不行的,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阻碍了中国这些支付工具走向国际化啊,就现在中国海关跟去年有什么不同吧,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关不能拍照,没有办法跟大家拍照,那么这次入关的时候呢,我依然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入的啊,因为我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比较有感情嘛,当年去美国的时候也是从首都国际机场走的, 你知道海关入境它不是一个一个窗口吗,那在中国公民入境的时候那个窗口非常多,那老外的这个入境窗口呢,我记得去年我回来的时候只有两个窗口开了,还是只有三个窗口开了,然后排队的人呢也不算很多,而且大量的还是华人,但今年就不一样了,今年是一共我印象中开了有六个窗口吧,还是有八个窗口,入境的人士吧,大概排了大概有那个趋里拐弯的队,我感觉得有个几十米长吧,而且排的时候啊,你都能看到啊,就是, 而且你能听到他们说话,大量的不都是华人,虽然说他有很多是长着黄种脸的啊,有日本人啊,有韩国人啊,有这个马来西亚人啊,包括有这个新加坡人啊,虽然说他们有一些讲的是华语,但是你能听出来啊,他是这个马来西亚人,或者他是这个新加坡人啊,然后呢老外呢也不少啊,有一些老外呢是从欧洲来的,有一些是从这个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地区来的啊,然后排队的时候呢,我不是到我的时候啊,我在那等的时候,我还问了一下,就是在那站岗呢, 那个海关的那个警察,我就说,我说今年人挺多啊,然后那个警察还跟我讲,他说,哎呀,他说现在还没到忙的时候呢,七八月份的时候吧,那会可能要更忙,而且啊,你知道我入关的那一天啊,是上个星期四,那你想嘛,星期四可是周中啊,而且还没到七八月份的时候,这开了六个窗口,这队还能排这么长, 确实也能说明,现在的这个旅游啊,是非常热的,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性的这个现象啊,而且就这个人数啊,还是在大兴国际机场,分流掉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量的国际航班以后出现的情况,而且呢,我入境以后啊,我这个去了几家旅店,我也都问了,啊,大量的这个酒店呢,啊,现在已经不存在,涉外这一说了啊, 酒店也基本上就已经放开了,可能民宿啊,老外依旧还不能住,然后我还问了这个不少的民宿,民宿可能不能住,但是酒店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啊,我估计民宿也快放开了,但是小地方啊,那些小酒店可能,呃,他执行的不一定有那么快,但是基本上大城市都已经执行了,都已经差不多都放开了,如果只是说在北上广深看到很多老外的话,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旅游火爆,因为你北上广深什么时候他老外也都多嘛,那老外你转机也好,什么也好, 那肯定都去北上广深嘛,对吧,我觉得只有内地的城市出现老外了啊,这个才能算是老外比较多,那我这几个月呢,也跑了不少地方啊,甘肃啊,包括这个,呃,新疆啊,包括这个,呃,青海啊,这些地方,我在甘肃张业都看到日本的旅行团了啊,就是我住的那个酒店正好那天有一个日本的旅行团过来入住啊,这是小助理跟我说的啊,因为小助理懂日语我不懂啊,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这个,呃,洛阳 你去洛阳的高铁站啊,你在洛阳的大街小巷啊,已经经常能看到老外了,然后到新疆的时候呢,连我到南疆和和田,这是最深入南疆地区,下面最偏远的那个县叫民丰县啊,我问前台的那个小姑娘,我说,哎,说你们这边啊,是经常接涉外吗?她都给我讲,她说,啊,前一段下雨,那个洪水把前面那些路给冲了,那没冲的时候,差不多每天都能接到老外的游客,所以说我觉得啊,能,就洛阳已经算 是中西部城市了,那这个甘肃就不用说了,那就大西北了啊,然后那整个的新疆呢,就更不用说了,那更深入中国了,所以说在这些地区,你就能看到大量的老外以后啊,呃,你就能感觉到现在确实是中国的旅游啊,搞得还不错,涉外的这些搞得还不错啊,啊,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啊,啊,其实这就是一种宣传啊,或者是怎么样,那呃,有没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呢,其实我觉得说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啊,也更加便利,就外国有可来啊, 这主要还是在支付这一块上,就是现在的问题呢,是在,就是支付宝跟微信支付这些中国类的支付,它是没有办法走向全球的,为什么呢,就是你现在国内老外是能绑卡了,可以用了,呃,但是他始终到这个国际上呢,还是用不了,你就比如说,我就有这个支付宝,你到国外我就在日本试了,就好像就很多地方就不能用,我在日本就见到那种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的老外,然后他用不了这个支付宝啊, 啊,只有中国人到日本能用,老外如果比如说,你如果你这个东西,你要发散到全球,那肯定是所有的国家,所有卡都能绑啊,不行啊,他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,他用不了,他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用啊,这是反正中国大陆地区,你你扫的时候,他就显示,他问我上面写的什么意思,我就跟他说,非中国大陆地区公民在境外不可不得使用啊,就你一扫他就会出来这个东西,所以说他还得用那种国际卡啊,就很多人说那这是境外跟境内没关系啊, 但我告诉你讲啊,你只有他做到全球都能用,大家接受了这个东西了,他来你这儿的旅游才会更便捷,变得更多,而且还有一点啊,其实这个是很多啊,粉丝跟我吐槽的,就是说现在去坐公交车也好,他们说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投纸币或者硬币,我不知道真的假的,而且自动很多自动售货机啊,也不能投硬币,你知道很多的时候老外用这个还是不太会用啊,他们愿意换一些纸币,因为在国外嘛啊,虽然说早就这个美 每一个站点,每一个加油站,每一个乡村都有苹果支付啊,都有谷歌支付,但是很多人还是尽量愿意用纸币的,就是他把那个土钱的口给取消了,就是你只能扫码,就没办法给钱,我是可以直接刷,但是很多老外确实是他一旦不会用你的这个东西,界面调不过来,他不会用,然后他想换点纸币,那就完全没有办法使用, 那他就指这些自动售货机啊,可能公交车啊,就就就就比较难以乘坐啊,我不知道朋友们的城市是不是可以的,我听很多人跟我说我们洛阳的这个公交车他去坐的时候,好像就只能扫码,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,还有一个呢,就是也是扫码的这个问题,因为很多老外他没有办法扫码啊,他就是没有微信或者支付宝,你扫码完了以后,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英文界面,然后呢,你还得约,约又带扫码,然后就是非常的麻烦,你知道吧,还在书, 这个证件什么的一堆东西,然后就还是会造成很多人他不会弄这个,其实我现在在中国就经常在景点附近,就是能帮到老外,就是帮他们扫码,帮他们弄这些东西,然后跟他们说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,但是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问我说,eSIM卡在中国能不能用啊,这个我帮大家实验过了可以用啊,eSIM卡不但在中国可以用,而且只要你开通全球通的话,在中国是直接能转成中国移动或者中国联通的这个服务的,这个是没有 问题的,我觉得扫码这一点对于老外来说还挺难的,因为外国扫码就只是扫网址,咱们扫码是就是吃饭啊,点餐啊什么都得扫码,甚至很多店连菜单都没有,那你说这个对于游客来说确实也不是太友好啊,因为根本就没法弄啊,我就遇到过那种他完全没有菜单的店啊,反正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有要解决的地方啊,我知道说了可能很多朋友又不高兴啊,说你看我们都旅游都做好了, 你还说这个那个,哎,我觉得啊,就是你既然是想把旅游做好,那肯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做的便利,有一些地方做的不便利嘛,对吧,那不便利的地方大家改进就是了,我觉得这没什么可说的,因为我看到的确实是比较火爆,那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啊,我觉得个人能提出的也就是这一点小惦意了吧,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,我也觉得外国游客来中国,或者来洛阳玩的时候啊,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就好了,那这一期就做到这儿啊,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跟大家聊,这期聊到这儿,大家拜拜